紅圈圈起來的白色轎車突然緩緩前進 一旁的機車騎士和轎車順利閃過 不過仔細看這台車的操控似乎有問題 因為它跨越雙黃線之後 一路逆向都沒有剎車 就在下一秒發生意外 失控轎車撞上行人 還把一樓面灘撞出一個凹洞 事發就在二號上午十點多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上 警方到場製作筆錄 現場民眾還在議論紛紛 被撞的面灘白鐵設備上明顯凹陷 原來當時有名六十三歲的老先生 剛好走路經過這裡 遭到白色轎車撞上 當場右腿骨折送醫 恐怖的是除了人受傷 攤位受損之外 瓦斯鋼瓶也差點受到波及 小心 結果就來不及了 怎麼人不在車上 車子竟然會自己滑動 原來粗心的駕駛下車時 忘了拉手刹車 加上路面有坡度 車子滑行了十公尺 撞上路過的行人 談成自己當時不在車上 又粗心忘了拉起手刹車 才會導致意外發生 還好車速不快 阿伯也只有輕傷 否則萬一撞上瓦斯鋼瓶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三軒林俊華 郭穎 新北市報導